外面上这次没有一个柳衣最终看 它在体的所在方庚伯伯的东西 近年是这个贝壳 他在家当中进一个柳的工夫 可以到这个木材 完美做的东西又不一样 这就是早期的这个老工夫 镶嵌的顾名思义它是一个 在家具的表面上去做一个跳射处理 去挖出一个凹槽 然后填入有花纹的 有图案的雕刻的一些 一些另一个材料的物件 做一个镶嵌 让它看起来有个不同的 比较华丽的一个色彩 那但是过去呢 是比较属于平面式的镶嵌 那我们现在是一个创作展 我们是以镶嵌为概念 去做一个立体的镶嵌 在南加区商业博物馆 现在这个版本的木杜原舞曲 现代镶嵌创作展 还有南台湾生活店 现状电视局很害怕 大型的工业作品 上去民人的构 这作几片代理者 利用于本身的文章来猜测 作成的一样 就像是一般三岁的一样 是有层次的 它并不是一个平板大理石 那可以看到每一个 每一块板子都不一样 都是有一个深水化的 因为这个是靠大理石 本身的纹路 再去切削出它的 深能线跟溪流 所以它是一个 很像是一个深水化 甚至就像它泰鲁的地形一样 这回电纹大厨 我们在行间的大型的 这个冲则家具之外 还有很像是新創作品 有名称这个 没有想像的 这个鱼口的作品 利用不一样 在这个木材来投起来 他看不到这个 这份的地方 让我们是相当赞台 陈木材创造电的 还有地面的人 黄紫胶 毛三行伊桃的作品 那还有就是 艺人黄紫胶 他也有一些 idea 他把一些 这个 这个 椅子呢 去镶嵌它的一些 收藏物品 所以让整个 椅子看起来是另外一个 比较有视觉上效果的一个特色 木的原物曲 恒代镶嵌创作展 这里大人 跟古生隔博物馆来做电视 有幸述别人去来做行销 看起来让人相当赞台的 嘉丹进一位老港湖 咱听新闻 咱一下连叠菜方不得